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 这是本卷书的最后一章 本章同样有22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先知为犹大全民族在神的面前悔改 祷告 恳求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18节 先知恳求神纪念并观看 自己的百姓所遭遇的灾难的事 以及所受的一切的凌辱 第二段是19节到22节 先知恳求神再向自己的百姓怜悯施恩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19节到21节 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你存到永远 你的宝座存到万代 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 为何许久离弃我们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时一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完了《耶利米埃哥》的第四章 这章所讲的是 先知为正在受苦受难的全民族哀哭 本章的结束同样是22节 但是本章并不是字母叙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1到18节 这一段比较长 主要是在讲神的子民 因国破家亡 圣城圣殿被毁之后的 无比痛苦 并饱受凌辱的生活景况 先知向神发出呼求 要神来纪念他们所遭遇的事 以及观看他们所受的一切的凌辱 我们读到第一节 就会发现 先知将整个一段的中心思想 全部都提出来了 他所要讲的内容 十分的鲜明 他呼唤主耶和华神 因为他乃是与以色列列祖立了约的神 先知要这样的一位神 纪念神百姓所遭遇的一切灾难的事 并且观看他们所受的一切的凌辱 神坐在高天之上 但那在地上所发生的事 他通通晓得 他既知道又听见又看见 大家可以参考三章59节 60节 可以说从第二节一直到18节 便是先知具体的向神罗列和陈述 他愿意神纪念的 并观看的神子民的遭遇 以及所受的凌辱 大家看到这些经文 所讲到的神子民痛苦的经历 都是与他们原来是蒙福的百姓 所该有的经历相反的 大家看到第一节的时候 也可以去参考 出埃及记32章13节 诗篇25篇第6节 还有74篇第二节 当然也包括本卷书的 一章9节 11节和20节 先知是在明确的告诉神 说耶和华 求你顾念你自己百姓的一切苦难 所以当先知开始从第二节 讲到第18节的时候 这就说明 以先知为代表的犹大百姓 仍然向着伟大的神心存盼望 他们的信心和盼望 并没有完全崩塌 第二节经文所讲的是 神子民产业的状况 由于国破家亡了 敌人是现在 神子民土地上的 名副其实的主人 神百姓一切的产业 都归于外邦人 他们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他们原有的房屋 归于了外路人 百姓明明住在神所赐予他们的土地上 但是现在他们竟然没有产业 这就与蒙福的子民的 原有的地位不相互 大家可以参考 《历威记》20章的24节 还有《生命记》4章21节 不单是没有产业 居无定所 第三节还告诉我们 很多的百姓都沦为无父的孤儿 那仍旧还存活的妇人 因为丈夫战死而成为寡妇 因此第三节 先知是以孤儿的角度来发话 无父的孤儿和做了寡妇的母亲 既表示当时尤大人的民生状况 应该是大多数的男人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但同时这节圣经也暗示了 神不再是以色列家的父 尤大人已经感受不到 那天上父亲慈爱的眷顾 那做寡妇的母亲是保护不了孩童的 所以在旧约圣经中 以色列民受保护的对象 就是孤儿 寡妇 贫穷的人 和寄居的人 第四节仍然是讲到 神的子民在原本是属于自己的产业的土地上 所经历到的不合理的事 由于现在土地的主人是仇敌 所以尤大人 这些原本是土地的主人们 根本就不拥有任何的生活资源 像是水和柴 他们必须得出钱来买 才能有水喝 并有财烧 这就显示 神的百姓已经沦落到了 无比可怜的光景 他们无法再对原本属于自己土地上的一切资源 有拥有权 第五节讲的是 尤大民战败 巴比伦人已经占据了这块土地 但是仇敌对剩余的尤大人 仍然是穷追不舍 先知生动的描述 神的子民被追赶到了绝境 仇敌简直到了我们的景象上 我们疲乏不得歇息 到了我们景象上 也可以被翻为是 紧跟着我们的脚步后面 意思是 仇敌随时就可以捉到我们 这样的情形 其实在生命纪28章48节 还有伊丽米书28章14节 早有讲到 生余的百姓终日活在惶恐和惧怕中 完全不得安息 第六节先知说 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 为要得粮吃饱 投降一词 也可以被翻为是归顺 当尤大国被灭以后 神的百姓四散逃命 有的去投奔埃及 有的去投奔亚门人 还有的就像这里所说的 甚至投奔亚述人 那个时候亚述国已经不复存在 所说的亚述人 是指着亚述帝国从前统治的地方 总之百姓流落四面八方 已经完全没有了崇高的尊严和伟大的理想 他们所剩下的只有一个愿望 那便是得粮吃饱 可以活着 第七节 先知本人和当时的民众 都对这种活在灾难之下 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 深恶痛绝 他们无奈的叫喊道 我们列祖犯罪 尔金不在了 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 还记得讲到 《伊丽米书》第十八章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曾说过 神借着先知 驳斥当时尤大人中流行的谚语 那便是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尤大人喜欢将如今所遭遇一切苦境的原因 归咎于祖先所犯的罪 是父亲吃了酸葡萄 但却把儿子的牙酸倒了 意思是 儿子要承担父亲吃酸葡萄的恶果 这句话当然不对 但是第七节的话 也没有错 在尤大的历史上 的确是尤大诸王 像是马拿西 约尔靖 包括西底加这些君王所犯的罪 最终导致尤大国灭亡 但是尤大人自己也该明白 他们本身也有罪 并且也要承担因他们自己犯罪 而有的灾难性的结果 八节九节 先知讲到了神的百姓为奴的痛苦状况 先知说 如今是奴仆挟制我们 无人救我们脱离他们的手 这里的奴仆 可以是指着巴比伦人 但也可以是指着 像是以东人或者其他外族人 他们从前给神子民的国纳贡 但如今他们配合仇敌来奴役和挟制神的百姓 而且当这些奴仆在恶待神的子民的时候 其手段就更加的凶残和暴虐 第九节 先知又讲到 尤大人因为没有自由 他们要冒着旷野的刀剑的危险 才能得着粮食 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 这里所讲的旷野的刀剑是指 在当时的旷野中 还有着一些游牧民族 他们也与神的子民为敌 趁尤大人寻找粮食的时候 就动刀剪除他们 因此可以看到 尤大子民剩下还存活的人 每日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生存环境 他们随时都可能上命 第十节的经文 先知形容 因为饥饿燥热 我们的皮肤就黑如炉 大家可以去参考第四章的七节和八节 第十一节十二节 先知所讲的 是仇敌巴比伦人 在西安所犯的暴行 这两节经文 会很自然的让我们想起 就像日本人的军队 在中国的南京和其他的城市 所制造的大屠杀 那些残暴的敌人 在攻取了一座城市之后 往往会屠杀壮丁 侮辱妇女 十一节便是巴比伦仇敌 在西安所做的 十二节也是 经文说 他们吊起首领的手 也不尊敬老人的面 大家可以参考 第四章的十六节的后半节 十一节十二节 经文透露出了 作为神子民 所要蒙受的极大的羞辱 因为作为一个正常的国民 他最该面对的 就是当敌人到来的时候 可以保护民中 那软弱的 容易遭到侵犯的 妇人和厨女 但是无论是先知本人 和其他犹大存活的男人 都无力保护 这些软弱的女性 还有 那原来是有权柄的首领 也不再能发号施令 他们已经落到 自身不保的地步 而且仇敌 也根本不会尊重 犹打人当中的老年人 所以十二节提到 他们吊起首领的手 意思是仇敌 将尤大首领们当众处决 十三节提到了 另外一个痛苦的状况 就是在国破家亡之后 那些少年人扛墨石 孩童被木柴都半跌了 少年人和孩童们 正在长身体 原本不该这么劳动 在体力方面 有这么巨大的付出 但如今 他们为着活着和保命 必须得劳动 十四节讲到 在尤大的城门口 老年人已经断绝 说明老年人可能死于刀杀 或饥饿 而少年人也不再作乐 大家可以参考 伊丽米书七章三十四节 还有十六章第九节 二十五章第十节 还有三十三章第十一节 十五节也是一样 先知都在讲 我们心中的快乐窒息 跳舞变为悲哀 大家把十四节的后半节 和十五节连在一起 刚才告诉大家的参考经文 对十五节也适用 十六节 先知就哀叹 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 我们犯罪了 我们有祸了 这里所讲的冠冕 就是神子民的尊荣 从前 神在列邦万国中 拣选以色列 神让自己的百姓 在每一个年岁中 都带着恩典的冠冕 在神子民的一生中 神也以仁爱 慈悲为他们的冠冕 大家参考诗篇 六十五篇第十一节 还有诗篇 一百零三篇第四节 但如今 这荣耀的冠冕 已经从神子民的头上落下 那是因为 他们犯罪 并且正在遭受灾祸 十七节先知形容 神的子民 在灾难当中的感受 他说 这些事 我们心里发昏 我们的眼睛昏花 更为可怕的是 十八节的描述 那原本是有着 主耶和华圣殿的 全美的西安山 如今变得荒凉 在神的山上 不再有 正在忙碌的 侍奉神的 祭司立位人 先知 处女 和敬拜的人 在圣所的废墟上 现在是野狗 或是被翻译为狐狸 行在其上 西安山已经落到了 何等荒凉的地步 大家可以参考 以赛尔书 第二十七章 第十节 大家也可以参考 前面第二章 一到十节所讲的 主耶和华神 弃绝自己圣所的 经文内容的描述 接下来是本章的第二段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当先知 向神讲完了 神百姓所经历的 痛苦的遭遇 和蒙受的羞辱 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 几节经文中 先知便向神 发出恳切的祈求 他要神继续向自己的子民 施慈爱和发怜悯 十九节 先知赞美神 只有他活到永远 他的宝座所带来的荣耀治理 存到万代 第二十节 先知用问话的方式 其实是告诉神 不要永远忘记我们 也不可许久的离弃我们 二十一节 非常感人 先知 对主耶和华说 求你使我们 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这等于在告诉我们 耶利米牢牢的确信 主耶和华神 有大能 他会扭转我们生命当中 背逆神的秉性 使我们再转向神 神若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了 这使得我们向他回转的工作 我们才真得回转 因此 就着这个表达 我们也当在神面前如此说 神啊 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我们不是都渴望 有复兴的日子来到吗 这复兴的日子 必须是跟在 我们真正向神回转之后 所以先知说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时一样 在以往 以色列人的经验中 神在他们的历史上 曾带来过好多次伟大的复兴 在伟大的神 使大复兴发生之前 都先有 神借着圣灵和他话语的工作 将神子民的生命 带来了彻底的翻转 紧接着 大复兴才荣美的发生 先知 向着神大有盼望 他深知 神不会永远忘记自己的子民 也不会永远离弃自己的百姓 但是读到二十二节就让人十分费解 伊利米说 你竟全然弃绝我们 向我们大发烈怒 有的人因着这一节 就把它联想到 以赛亚书的末节和马拉基书的末节 因为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 两卷书的结尾 也都是以沉重的口吻结束 这是圣经特有的表达形式 但是其实稍做点解释 大家就能明白 在二十二节的经文中 原文的里头 你竟然全然弃绝我们 这一语句的前面 本来是有着除非的表示 但是中文没有翻出来 若是翻出来 应该是这样 除非你全然弃绝我们 向我们大发烈怒 但是就这本段经文中 已经透露出的先知信心的状况 我们便可以深深的知道 以色列的神 不会全然弃绝他的百姓 他虽然发过烈怒 但他的愤怒 只不过是在转眼之间 他的慈爱乃是一生之久 神的子民经过一宿的哭泣 到早晨就必然有欢呼临到 因为我们的神所赐下的意念 乃是那平安的意念 他总是要让我们这些属他的人 到了末后都有指望 愿荣耀归给他 耶利米哀歌独弊 以色列的神 我们感谢你 你不会永远忘记你的子民 也不会永远离弃你的百姓 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我们便得回转 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 像古时一样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 excellent 神长 什么 从 真的 神啊 功以 Model